各位先進 很高興 又辦一次的說明會 這是我第三次 參加我們內湖計劃緣區的說明會 上一次我比較沒有機會講話 主要是臨近學習 上一次是若干年前 有機會在大國國小 我們會有雙向的交流 其實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心裡還是有一些比較感性的感受 特別剛剛我又見到廖教授 我就跟他致歉 所以我們過去也有姻緣跟他請教 但是就我個人來說 我當時的態度我並沒有靈體 反而站在一個好像是我做好事 那麼你要多支持的這個態度 所以我剛剛跟廖教授也表達歉 在這邊才公開的再講一次 這是我個人的部分 我覺得實際在過去十多年的努力裡面 那溝通上的確還要再加強 我們希望多聆聽各個方面的聲音 那這部分我要感謝潘海生 潘海生兄啊 他不斷地告訴我們一些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認為他仍然持續他的立場 他沒贊成沒支持 但是我們很需要這樣的一個理性的對話 那今天包括德政兄 他的發言也是非常的持平 那這是我們先要表達感恩 我就作為一個慈濟人 如果態度不對 我就一切就不對了 所以我覺得我也是深自反省說 過去雖然我不是每一次都出去報告 我也不是專案重要的負責人 但作為一個參與者 我自身的修養不夠 雖然我在慈濟學習 但是我過去主播的習性出來了 那個批判 系列的角色跟態度出來 就會傷到人 這是我在這裡 先做一個很真誠的 比較感性的一個說明 我要很感恩 在座所謂提出 提出批評建議的人 作為慈濟的發言人 我很代表慈濟感恩各位 這麼誠懇的見言 我剛剛也跟教授說 我們很多意見不會一樣 好朋友想法也常常不同 但重要是 作為環境的推動者 慈濟也是一個環境的推動者 我們很努力用心在環境這一塊 據說智慧專業 我們很多地方的確不足 這部分 潘政兄說我們在幾次雖然很少 我主動跟他起立的過程中 他的確告訴我一些我以前沒有思考過的 一個角度跟面向 那還有包括幾位在座的 包括葉先生在大陸內閣 那裡還有孫建築師 都給我很多很多寶貴的意見 到目前為止 我們很多意見交流 我們不斷地改進我們內部的看法跟想法 實際不會去把一個好的地方把它變壞 實際絕對不會做這件事 蘇花高修公路那個山不應該挖 我們不用反對任何一條道路 但是我們不太贊成開路過程中去破壞這個山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是不是反對蘇花高 我們只能說我們不喜歡山被挖 據說路要怎麼蓋 那是專業去評估 因為蓋個路可能還包括交通的考量 財政的考量 文化的衝擊 對當地運輸的衝擊 所以我們不可能制定政策 所以這個環境的考慮 上面從它創立次進以來 就一直如此在重視 所以因為這一塊土地 因為因緣的關係 購買的它就是四點多多錢 它沒有因為說我不要買平地 所以我買少一點 它的平地就是這個平地 那麼買下來當時的確是一個保護區 而且是一個環境十分惡劣的保護區 我們連內部都不能夠去做太大的變化 像這個目前這個佔的面積有建築是42% 或者是山蘇比現在的建築看到的面積還要小 所以這一點我想特別來說明說 慈濟不會去把一個好的地方把它弄壞 我們是把一個已經破壞的地方把它變好 當然我想這方面有更多的專業的 在環境保護的先進們會指出 你們要有保護區的概念 這方面我們希望聆聽更多 什麼叫做真正保護區的概念 是銘像呢還是實質 實質跟銘像如何獲得一個真正的 可以大家接受的一個方向或一個方案出來 實際是openly來聆聽各方面的意見 這點是必須很誠懇的說明 那至於說善經濟的確是我們提出善經濟 2007年John Hawking的Solomon教授 他過去是白宮的副主記長 他專門研究NGO他就來跟我說 你們要開始計算中華民國台灣 計算NGO對GDP的貢獻多少 美國是5% 美國的NGO對於整個美國的GDP的產出是5% 大陸是零點幾 所以大陸研討的時候 我們大陸遠遠不如美國 對GDP的貢獻 那麼一個公益經濟 它創造是一個社會的一個經濟的公平正義 它不是強調剝靴 不強調競爭 不強調強者收拾弱者就要淘汰 今天我們勞工所探討的不就是這個問題 第二個公益經濟 它不只是要追求公平正義 它更是要促進增進弱勢經濟的經濟權 所以慈濟不管捐十億二十億 從善款來一定是直接回到善款 一會兒也許呃呂方川師兄 他是我們慈法處主人 發負責慈善的 他本身是一個企業家 他竟然不知心 薪水都捐掉了 因為他的財力比我好 我只是說 沒有以前主播薪水那麼好而已 他這個是這樣 我們付給一個法務處主人 或許是律師 我們給他的薪水 不夠他以前缴稅 NGO的是價值的利行者 你是價值的受益者 我們都是受益者 我們來實際學會人生的態度 學會各種應該有的品格 這是實際給我們的 學會去付出奉獻 所以我們是要教導富有的人 去幫助貧困 幫助貧困以後 他本身也可以去幫助人 像最近緬甸 在菲律賓的天主教徒 他也跟著我們做指控 伊尼回教徒 南非的基督徒 在幫助他們以後 他們回來幫不住這個社區 沒有改變他的信仰 所以慈濟是交付祭貧 祭貧交付 它體現了經濟的正義的品質 同時也促進弱勢經濟的組織 同時也讓國家的GDP 有一個新的成長 總是我們募款投入 就是有一個真正的 數額的支出 你看我們在美國這次 山里風災 兩萬個白人接受我們的法官 Long Island都是有錢的白人 領物資的 因為Fedal Government 一下購不出款 所以我們一個人給600個Cash 600美金 發放全部是這個房種人 他們打的是台灣籍 這樣都是美國公共 也是把台灣榮耀在世界各個地方 所以講公益經濟不是一個空話 我想漢聖聖也知道 實際絕不是所謂的那種 我想從政的人也很好 我想您就是一個很好的從政的人 剛剛這位高瑜也是肯定不是這個 那我想不可能是硬去講這個事 就是全世界共同理解的一個第三部門的公益經濟 對整個社會是一個新的思考 更不用講說我這個也很榮幸啊 去年哈佛大學管理學院請我去演講 就講兩點 Value Base 就是以價值作為領導管理 第二個呢 用愛做創造 因為哈佛大學教的是說 你怎麼去competitive innovation 競爭導致創意 那競爭就有人有輸啊 然後利潤來做管理 實際相反 這個Professor Leonard 40年在哈佛說 實際創造一個新的model 這個model值得管理學院學術書 它是以價值做領導 來的人都是因為體現價值 那麼以這樣的一個愛作為創造 所以實際的一切環保也好 慈善也好 醫療也好 骨髓捐贈也好 都是因為愛而創造出來 不是為了利潤而創造出來 所以公益經濟本身是有它很強的 一個對社會經濟成長 特別是善的經濟 善的循環 互助的經濟 其中弱勢經濟是一個很強的 有力的力量 但這部分呢 台灣的政府還沒把它量化出來 那這也是我們大家 共同來職的學習 我想我的報告在這裡 我再次真是誠懇的感恩各位 那麼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要多聆聽 在做任何的一個案子以前 甚至在進行當中 隨時歡迎各位給我意見 再次感恩各位的指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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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